今天我们来拜访的是位于桃园的龙岗 那龙岗它这个地方它位于平正跟中立的交界的地方 那我们今天从这个米干中增市场 以及它附近的区域走一走 可以走一个下午长的时光 那我们第一站呢 今天从新的路线从平正中山路 然后一路走到中增市场 这里一路看看有什么样的景点 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享 我们从平正的中山路上呢 只只走 你会发现这里一点串的米干店 这里呢 曾是缅甸国军侧军来台的第一个驻扎的地方 所以你看到这边很多的缅甸云南料理 过桥米线啊米干啊以及烤巴巴之类的这些异国美食 从缅甸的地方带到台湾来 算是非常有特色的美食景点 在台湾找不到这一模一样的这个美食文化景点 那我之前拜访过中永和的乐华夜市 也有这种花窑市场也有这种文化风情 那我们一路走过来看到的是 中增新村文化园区 也是一个眷村文化园区 后来改变成类是一个所谓的 艺文的景点 大家可以这边走一走 当然呢 呃 除了美食之外呢 还有一些历史风情 那在于缅甸军带来的一些美食以外呢 其实最主要的是说 他把这些异国的文化融入台湾的生活之中 传说亚西尔 亚西尔孤儿呢 也是从这个故事里面走出来的 真实的剧情 那随着时代久远之后啊 这里的一点一草一物 已经变成的是过去的一段故事 透过一些美食 透过一些实际的探访 那我们认识到这里的 农钢的特色 以及他一些文化精神 当然呢 我觉得是最近疫情关系 有些景点灵潮变得比较少 那趁这个灵潮比较少的情况下去 派访已经 比较能够接近当时真实的状况 那我们透过一些拍摄跟录影的方式 来呈现给大家做一个 旅行的行程上面的安排 那我们当然 音乐故事馆呢 也可以入内 那它结合了餐饮 以及博物馆的性质 所以你在这边可以看到说 很特别的建筑物 带有南洋风格的建筑 以及呢一些金山脚的一些故事 可以做一个加热行程的一些旅游规划 当然呢 我会觉得说 有些时间点比较尴尬的是说 我们出发的时间是下午时段 其实 呃 中正市场啊 它的时间是比较早上的 对于外地人来说 可能要很早起床 然后来到中正市场里面走一走 可以看到当地的特色美食 不过没关系 我们旅行就是比较随心一点 因为毕竟不同时间也有不同的风情 那我们看到一连串的素食家的米干店 每家别具有特色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这个阿美米干 那这一次呢 其实主要是以行走的步伐 一路看看哪些米干店 那我看到有些不错的米干 下次我们可以来试试看 它开箱 试试看看这里的米干味道如何 每一家别具特色 光是汤头啊 以及它甜点配菜 完全不同 所以 你要把这里有50家 全部都吃过一轮呢 其实花蛮多时间 可以分好几次来一次完成 那国旗屋的话 其实价格是便宜 那味道上面 中规中局就是这样子而已 价格真的非常便宜 很适合推荐给大家来吃 那中规的卤味的话 它是最近 蛮有名的一家店 那我们来到了 云南文化公园 这文化公园 其实跟一般公园 长得差不多 主要是让一些游客 在那边休息 再三五周一走 那 米干店啊 其实 历史上都是一样 只是 店看起来比较老旧 有店看起来比较稀 是因为它有一些 抓狂上面的翻修 可能第二代第三代经营之后 观念 理念有一些不同 所以你看到一些装潢 咦 好像有 十一米 有的是保持之前的样貌 所以不同的时间点来 你看到不同店的 开设以及经营的状况 欢迎来那边走一走 看看这里的历史风情 来在龙峰路上面 完全觉得跟一般路 没什么那样的差别 就像是中路路 呃 像中历里的一般的那种 像那种一样 就是 比较吸引了自己的建筑物 然后搭配了一些 像夜市的一种文化特色 不过你可以从一些 招牌啊 或者是一些店面 你可以发芽到一些 纯金的店面的蛛丝马迹 或是历史痕迹 你还是看得出来的 那我们今天往 呃 这个龙峰路上面走 其实要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 别具特色的 回教 呃 教堂 那我们继续往这边直走 那一路上 其实这里的 停车位也非常的少 所以如果我们要开车来的话 可能要绕一下 才会有停车 因为毕竟这里的马路 并不是非常 宽 你可以从画面看得出来 画面上面 路很小 那因为没有台独的停车阁 所以你要找相用的话 其实就花点时间 甚至是需要的 那我们也即将到一个 清真寺 就是刚刚回家的教堂 龙岗清真寺 那因为最近 宅月庆 有些时间 刚好是会有开放的 旁边它就是唐济 云南米干 也是火腹圣米的米干 下次也可以来这边吃哦 那接着呢 我们要往前龙街 准备往返程的方向移动 最主要的是 我们要往这里的 忠贞市场那边走一走 虽然我们错过了 这个 早上的 卖菜的时间 不过呢 没关系 所以我们应该 然后向我们走一走 看看 这里的 实际的样貌 是不是跟我们想的是一样的 我会认为 早上市场就是 道路狭小 然后摊位 店面很多的样子 即使它关店之后 你可以从地上的一些痕迹 或者是店面的一些招牌 来看出 它实际的这个 规模跟大小 以及又可以想象到 它的 这里有人潮人数 那我们可以从它的 外面的样子来看 它确实是 人潮蛮多 现在一下午时间的话 其实车流量还蛮大的 故事有 机车 汽车进出 所以看到 其实这里 算是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市场 然后随着时间的 虽然市场已经逐渐转型 不过呢 它保留了当地一些 建筑物 以及它一些 传统 贩售的物品 有些还没有收摊的话 你可以看出 它在卖的东西 是比较老味道的一些 产品 那龙杆吃米干 那还有什么 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呢 其实 我觉得龙杆银银银 最大的特色就是 各种各样的建筑物 藏于民间 所以你要找到 可能你花点时间去寻找 如果它跟一般的市场 确实 有一些 一些 一样 就是说它的一些 呃 像街道样子 你可以想到 台湾街道的市场 样子 其实才可以 套用到这边 其实感觉是很相近 不然发现 它们的其实长得蛮小 可惜呢 我们时间 稍微晚一些 我有机会 我一定要早点出发 然后拍摄一下 龙杆中贞市场的 早上的 繁荣的样貌 现在的时间可惜 错过了 不会再回来 不过呢 日若 日出 不断循环 所以我们 终于有机会被我逮到 我们来这边 拍摄 实际的 早上的样子吧 那最后呢 我们绕到一圈之后 走完 中贞市场 其实我们会从 另外一边的 异域故事馆 旁边出来 所以就来到这边 是一个方圆形的 鬼圈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 闹龙杠 其实还算是一个小部分 不完全是全部的部分 可以安排个两个小时的旅游行程 来这边走一走 当然 如果你还要加上用餐的时间 可能还要花个三个小时以上 附近还有一些景点 可以去看一看 走一走 我们今天的雅各的龙杆探访行程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雅各的影片 欢迎订阅或点赞 那我们下次旅游见咯 各位拜拜咯 拜拜